美俄戰略武器條約 而且準備要恢復核四報 所以有帶動在台股牌面上的 軍工股是逆勢走高 不忘請教意料 已經漲了這麼一波的軍工股 還可以追嗎 我想如果說國際局勢 持續緊張的話 軍工股永遠都有題材 我覺得應該還有機會 你可以發現昨天普京暫停 美俄戰略武器條約 這是唯一美俄之間軍控 就是說可以達到軍控的一個條約 他如果暫停的話 等於怎麼樣 他已經不甩美國了 他要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因為這個合約 他在2010年所簽署 那就是限制每個國家 不可部署超過1550枚的核彈頭 禁止部署700枚以上的這個 彈道飛彈 然後限制部署重型的轟炸機 大概700架以內 所以如果說普京現在暫停 代表什麼意思 他要做軍備競賽 所以如果俄羅斯軍備競賽 美國他一定會相對的做回應 所以兩國如果持續軍備競賽的話 其他周邊的國家 也會被感染到 所以南韓他其實就表態了 他說他要力拚 全球第四大的軍火供應國 所以他現在也在積極發展軍工 那大陸也講了 你這個美俄之間 都要準備要做核四報 那我大陸怎麼辦 大陸也講了 他要建立跟美俄相同規模的 核導彈 核武器的一個火藥庫 所以全球都在發展情況之下 我相信雷虎的部分 應該是最直接受惠的 因為為什麼 雷虎是直接跟國防部有簽署到 所謂的無人機的採購合約 他以前是做遙控飛機的 現在可以做到無人機 是算滿厲害的 最近漲了50% 連續大概三根漲停板的幅度 我覺得這個還有空間 然後八貫的部分 它是做什麼 做防彈背心的 這個股價也被帶動上來 然後台船是做這個國艦國照 100噸級的這個巡防艦 在今年9月的時候要交船 要下水 所以股價是